用时方很少啊 用的时候也就是说 真的要下功夫写点东西了 不是写每天的这个实证 比如说这段时间来 我就发表了对基督教的看法 或者说广义上对宗教的看法 其实呢我发现很多思路呢 跟康德非常接近 不是说我到这水平啊 也许呢是因为年轻时候 就读过哲学史 就看到过一些东西 都给忘了 但是呢可能都给吸收了 变成自己的了 或者说自己的认知 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了 就是跟人家暗和 那比如说最近又发了一下 李秋灵翻译的一本书 康德呢 就是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你看这题目啊 其实呢他的含义就是说 是从理性角度去理解宗教 其实呢他聊的东西跟我前一阵呢 很接近 我说我聊的东西 和人家这个聊过的很接近 至少在理路上啊 这本书呢是康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的 而那阵呢实际上 德国呢是非常的封建落后的 真是叫封建 他不叫专制 因为那阵还不存在德国 就普鲁士是一个最大的 诸侯国是德意志地区的 这个如果把德意志 是说这德语的人啊都统一起来的很大 就是后来的德国加奥地利加上 当然后来德国是被普鲁士统一的 那阵呢这个普鲁士也很大 他就比如说有东普鲁士 这块地儿呢比这个 还包括今天的波兰 捷克啊某些地区啊 都是属于德国的大德一帜 叫德意志 波兰还靠东 就是这块就是康德老家 现在属于俄罗斯了 这也不属于德国 也不属于波兰了 那就是他那阵呢 去表达这种言论呢 实际上是要进行斗争的 我们先不说这个具体的事 就是说 这本书 就是康德想说什么 就是这本书呢 表现了康德对基督教神学的 一种独特的态度 还有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 表达了他的这个宗教哲学的那种独特性 宗教哲学 就是用哲学研究宗教 或者说关于宗教的哲学思想 康德呢 是对基督教神学加以批判 这个批判不是我们的大批判 不是说一拨端啊 就跟他在那个三大批判 那个著作一样 这个批判应该是讲的是 一种研究啊 确实说叫研究啊 他并不是要否定基督教信仰 而是呢 他是要瓦解基督教神学的知识论的基础 就是要清算前康德哲学中的 神学本体论传统 哲学人 继这个古希腊最后一个大家 亚里斯多多一来 在后世能立得住的 康德是第一位 所以把康德以前的哲学 称为前康德哲学 就跟那个在古希腊的时候 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断代式的人物 他以前的哲学叫前苏格拉底哲学 后边 叫后苏格拉底哲学 苏格拉底 巴拉图 加上这亚里斯多多 这徒 老师徒弟徒孙三代人 那就是古希腊哲学的三座高峰 其实呢 现在的基督教信徒呢 都不知道基督教神学呢 它是结合了两个传统 就西方文明里边 一个就是犹太基督教 这种传统 一种是希腊哲学 你作为那个宗教传统里边 本来是没有多少 这个哲学的或者思想的 它就是教义和教条 里边有故事 有神话 有传说 但是呢 基督教神学我说了 从教护哲学 经验哲学 一路发展起来 里边就是 就变成哲学 实际上 就是它实际上是 批着神学万一的哲学 康德呢 有比较令当时的基督教世界 震惊的一种看法 他说这个道德哲学 本身并不需要宗教 但是道德必然导向宗教 能说这个意思吗 他就是说这个道德产生的根源 并不是来自于宗教 他推崇理性 他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非常推崇理性 但是呢 他也不否定宗教 他就说了嘛 最后呢 必然得需要宗教 导向宗教 但是他 这好像也有点工具性了 就认为宗教 他就说呢 这个上帝和神 这是一个公社 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假说 就是为了让人们 在这尘世中 实现至善 至善 必然需要假定一个上帝的存在 所以他的这个宗教观是什么 就是道德的宗教 这种宗教被阳格限定在 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那个时候啊 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1789年 然后呢 转年正好 康德呢 完成了他那三大批判 他的写作 就是把思想转入到 关于神学和哲学关系的研究 或者说就是关于宗教的思考 而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普鲁士非常反动 他是和这个英国 镇压法国大兵的吉仙峰 多次参与反法联盟 于是呢 对国内他也进行了 阳格的思想控制 觉得之前太松了 就是你要出书 发表论文要经过检查 不能有过分自由思想 因为你看法国就是这么满的 在普鲁士吸取教训 这个事呢 你在西方就了不得了 如果说那阵哈耶克提前出生 150年 他就要疯了 他就提前写出来 这个通往农役之路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 跟中国这专制比 这个什么都不算 这其实啥都能讨论 而且呢 你就是一个检查一下 现在那是检查的事 现在直接 现在里飘个仓都给你通报全国 康德的看法就是 就是启蒙运动有个格言 要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 用这理智干什么 你可以去 从古一切价值 你包括宗教 上帝神 这个神学呢 里边本身就有哲学 于是呢 他从聊哲学开始 于是呢 就和这普鲁士的 这个检查制度 玩起了猫做老鼠的游戏 也是先送审 一篇篇送 有的能过 有的不能过 后来呢 他呢 得把这个文章先交给神学院 神学院 前要的鉴定 这是应该由谁来审查 这是由神学院来审查 还是哲学院来审查 后来神学院大后说 可以有哲学院审查 他就交给一个自由派的 耶拿大学 然后就通过了 耶拿大学 他先发了几篇小册 就还没有出书了 都是一篇篇文章似的 他呢 其实把宗教分成两种 就是一种是真正的宗教 纯粹的宗教 另外一种 请不吝点赞托